而我今次讲这个主题 一方面是一个 都给未信耶稣、未认识耶稣的人 一个很清楚知道神的真实性 第二呢 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都是一个训练 就是我们懂得用这个方法 这个PDF 上课有三个QR Code 就是有三个QR Code 在网上可以看到 这三个QR Code 就是可以给你看到 中间的就是我的档案 以下就是这个 证明神的报道法 我给你的相机看一看 我们放上网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这三个QR Code 好 我简单讲这个证明神的报道法 其实报道法有很多方法 有些是根据人的需要 他的开心 耶稣安慰你 有些是释放这个人的重担 譬如说有些人家庭有很多问题 我们帮助他 也可以带出福音 耶稣如何祝福你的家庭 很多种的报道方式 有些是经历圣灵报道法 就是如何带他们去信耶稣 这个就是证明神的报道法 就是给人看到神的真实性 这里我都列出有五样 其实下面还有更多的证明 有神的 第一这里就是圣经很多准确预言 很多预言 讲出耶稣 以及讲出世界发生的事 和世界回入 第二是圣经的科学性的证据 第三是神可以经历的 耶稣的平安喜乐可以经历的 第四是奉耶稣名可以赶邪灵的 第五是很多人死了之后急救 他们救了之后 就能够讲出周围发生什么事 就证明人有灵魂 就是他死了不是消失了 他是看到周围的人有什么发生 他的灵魂出了来 接着看到周围发生什么事 就是说人死了不是如得灭 如果人死如得灭 那我们不用信耶稣的 如果真的没有神 我是不会信耶稣 也不会做牧师的 如果没有神 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 那就做什么都可以的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喜欢打球就整天打球 喜欢旅行就整天旅行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如果有神就不同了 我们就见了同神的关系 得到神今世和来世的祝福 有些人去天堂 也有些人去地狱 其实很凄凉的 就是没有耶稣 得不到耶稣救恩 是去地狱的 有些人死了 还没有去到这个境界 灵魂还没有去到天堂 或地狱 所以有些人死了 是没有 两度都没有去 只是灵魂出了出来 接着回去 好了 下面那里 就简单讲到 这些证据 证明圣经是神的说话 第一就是预言 在诗篇22篇 第14到18节 那里讲到 他们扎了我的手 扎即是刺透 刺透我的手 分我的外衣 混我的女衣 这里没有写的经文 我只是口说 大家回去 慢慢自己看 就是说 在耶稣未来之前 1000年 就说耶稣将来怎么死 我想问大家 你能不能预知 你将来怎么离开世界 挺难 假设你有子女 你能预知 你的子女 什么时候 怎么离开世界 是不可能 1000年之后 你的子女 你可不可以知道 1000年之后 如果这个世界还有1000年 这个世界应该没有1000年 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 那么强烈 其实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世界的时间是短的 这个世界的时间短 还有随时打仗 可以进入世界大战 用核武 这个世界就很快进入末期了 就算有一千年 你能不能预知 将来你的子女 怎么离世 是没有可能知道 但圣经耶稣未来 一千年 大胃预言到他将来的后裔 这个是 其实是 他的 耶稣的爸爸 其实就不是生耶稣的 是义父 耶稣是 同女怀仁 圣灵在他里面 叫他怀仁伸出耶稣出来 不过在家谱上 他都是大胃的后裔 其实 他的 耶稣的爸爸和妈妈 都是大胃的后裔 他怎么知道一千年之后 耶稣就会是 手脚被钉穿 衣服被人分散 钉十字架 其实很丑怪 是脱了衣服的 耶稣就承担羞 为我们承担羞 所以他能够 叫我们能够脱离所有羞 能够得救 但是圣经一早说定 他是钉十字架死的 还有 这里我没有将一个slide 讲出来 接着耶路撒冷会毁灭 还有打仗到底 这个是弹议书第九章 那里 就说 耶稣来了之后 就会被人杀死 杀死之后 耶路撒冷会毁灭 但是又说到 耶稣是到永远的 很特别的 为什么他又被人杀死 怎么可以到永远 因为这个圣经 其实是预言到耶稣的复活 他将来会复活 所以他是永远不死的 他会延长他的连日 在以赛书53章那里讲到 延长他的连日 他会见到他的后裔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 下面就讲到科学证据 这些全部都是简简单单的 我们一起读了 百记二十六章七节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 将大地原在虚空 以赛书40章22节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这个讲到 以前的人都以为地是平的 甚至现在很多 没有什么知识的人 都以为地是平的 但圣经是唯一的古典 是讲到 因为以前的其他宗教 都不是讲到地是悬挂虚空 但是唯有圣经 是讲到地是悬挂虚空 你想像一下 你可不可以将你的手机悬挂虚空 不可以 整个地球为何悬挂虚空 是没有想像的 整个地 但是神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太阳的地深吸力 将那些九大行星圍着它转 能够悬挂虚空 而那里是太空 是没有空气的 所以是虚空 然后它是一个大圈 它不是一个 那些人以为是四方形 其实它是大圈的一个圆形 球体 这里看到圣经讲的 和其他经典是不同的 佛经讲到这个世界 有四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蓝色天蓝色海 第二个是红色天蓝色海 第三个是蓝色天蓝色海 第四个是黄色天蓝色海 但是其实是没有这种东西 就是这个是它的 看一些好像神话故事的 佛经也都讲了 那些人是怎么样呢 它说呢 它们不听佛经的话 就每一百年就矮一尺 矮到只剩一尺 在佛经不同的地方 都有讲这种东西 那到一尺高 那它们就后悔了 那它们呢 然后呢 它们就再听佛经的说话 那它就每一百年矮高一尺 那高到多高呢 高到比全世界最大的南瓶 海里面的南瓶 是很大的 比大厦更加高的 但是人可不可以这么高呢 你想想我们的骨头 可不可以整大厦 就是用骨头整大厦 可以不可以呢 是一定倒的 根本是没可能的 就是它这种是一种幻想 你听佛经话呢 就高高高高 它又讲到多少像 但是根本是不可能的 它形容那些佛啊 什么什么都是的 全部都多高 全部都是一些幻想的数目 但是从圣经是不同的 圣经讲到这个地呢 都是圆挂虚空 所以是很合乎科学性 也是预言啊 各方面 因为我以前是读科学的 我研究过了 我知道神是真 所以我相信的 所以我是反复思想 是不是被人骗了呢 我想过很多次 是不是被人骗了呢 会不会根本是假的呢 但是我后来发觉 是真的 真的有神的 那然后呢 另一句很特别的 约法记38章35节一起读 你能发出闪电 使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 我们在此 那些闪电呢 人普通来讲 对于闪电是完全没有知识 都不知道什么来的 闪电是什么 但是科学家知道 闪电就是电而已 不过以前是没有加家 家里的电的嘛 以前这个世界没有电 所以圣经不能用家里的电 甚至是用闪电 那发出闪电 人家说 人家对闪电都很害怕 怎样发出闪电呢 那这个呢 在我们今世应验 因为我们的手机 其实是用电的 那我们发出电呢 就跟别人说 我来到楼下了 你在哪里啊 我来到御民坊了 你在哪里啊 那些人会问 去到哪里 那我们就说 现在在楼上了 在楼上这个地方 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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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这里 就是说 圣经能够知道 将来人可以用电 发出信息 告诉别人 我们在这里了 这件事真的很难以想象 圣经所讲的说话 真的有各方面的证据 好了 第三 就是人可以经历 食灵所带来的平安 爱 医治 安慰 各方面的工作 那这件事又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时候我爸呢 就是拜一些偶像 我问他 你拜了那么久 有没有果效 但是呢 在基督徒来说 是常常有果效 因为圣经那里 神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 圣经将神的爱囂观 在我们心里面 真的很多人祈祷 会经历到神的平安 尤其是按手祈祷 很多人就会经历到 平安 譬如昨天我去到宣教的时候 他们每个都经历到 就是神很真实 是不是很真实 是很真实 经历到神的状态 也都是赶邪令 下一件事 就是我为人说 邪令 次数非常之多 第四个证据 这个世界真的有灵界 那为什么有灵界证明呢 那些人打坐 网上都会有的 尤其是英文是很多的 中文都有的 那些人打坐 玩碟仙 首先 其实呢 有些学校呢 就是曾经 他们的老师都说 那些学生呢 就玩手仙 碟仙 就怎么知道 就搞到 邪令上身 其实在网上都有说的 新闻都有说过的 曾经有学生 因为玩邪令 搞那些碟仙 就结果邪令上身 那很多人来说 就很困滑的 那他们有些 找麻生师傅 找道士 在网上呢 如果大家找 这个 这个 在台湾的 这个 GOOD TV GOD TV 里面有很多见证 是那些人 以前是 信茅山 道士 道教 或者其他宗教 然后他们 经历到邪令 后来 尊耶稣得释放 那现在香港 影音视团呢 他们 我不知道是放在 你找影音视团 都应该找到的 他现在都有 讲到一些释放的见证 那就是有些人 他们有这些邪令教要 他们就 曾经有见证是什么呢 学茅山 那学茅山他就觉得很厉害 他以为 因为他不够能量 他说我要学茅山 那茅山师傅教他 赶邪令 他们不是赶邪令 他们不是赶邪令 他们是赶鬼的 那师傅就跟他说 有些鬼你赶到 有些鬼你赶不到 你就要走 真的很奇怪 在网上 在Good TV有讲的 那他说 有一次呢 他就去赶 一赶 一赶 两分钟就出来 因为是不够劲 因为其实他们通常 用大鬼赶 小鬼 但那些大鬼不够大 然后他说 师傅麻烦你进去 那师傅进去了 谁知道两分钟之后 师傅出来了 又是说我不行 我们走了 走 当这个人后来听到 基督徒可以奉耶松明 什么都不用 什么仪式都不用 奉耶松明 可以赶邪令 他说很惊讶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 他后来就认识基督徒 就是他听到这件事 跟着他就看到基督徒赶邪令 哇 什么那么厉害呢 就知道 真是厉害才是 就是我们信那个真神 我们都知道有人是什么情况 他家人就在那里 找那些敏米婆来家 那敏米婆那天来 肯定是不靈 肯定是没有上身 因为他们其实 以为叫死人 其实是叫邪灵上身的 那他就问那家人 你家里是不是有人信耶稣 他说是呀 那个女儿是信耶稣 不怪得了 有信耶稣的 就不靈了 其实他知道信耶稣那些那么厉害 就是信耶稣那些 真的有能力 是圣我邪灵的 但他依然为了钱的缘故 他不肯离开做民迷 他一样去跟从民迷 其实有不同的人 我都有听过 譬如有些人说 那些玩神打 神打又是叫师父上身 师父上身 他们又知道一样 基督徒在这里 他们又不能上身 其实他知道耶稣更厉害 但他不肯跟耶稣 就是人不喜欢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叫人悔改 因为他们喜欢 拜一下就行了 拜一下 放一些烧鸡 放完鸡就自己吃回了 他就说 他就会保佑 但是不是真的保佑呢 其实是不肯定的 根本他们没有证据 其实这些人 事实上是很多搞妖 反正这些神打 还有这些蝶仙 那些蚌米 那些人都是很多赤人搞 所以其实 并不是更加平安 是更多问题的 好了 那这个第四点 第五点 下面又看到了 很多证据证明圣经 是神的说话 其中呢 就是这里 灵魂回来 圣经也有说过 《列王记》上 17章21到22节 就说到有个小孩死了 以利亚呢 她三次 躺在这个小孩身上 然后求神 将她的灵魂带回来 跟着耶和华 听到祈祷 将灵魂带回来 跟着她就活回了 就是说 这种东西 原来灵魂离开身体 人家会死了 其实 我们呢 个个 我们的 我是哪个呢 就是 我们里面住的灵魂 就是我们来的 这个身体的屋 自己说到这间屋 不够了 当我死的时候 出来的身体 就躺在那里 已经不是我们 那个真正我 就出去了 不过有一天 这个身体 都会复活 和这个灵魂 就会合而为一 那么呢 圣经也有说到 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人死了 后来灵魂回来 他就活回了 这种灵魂的灵魂 就会给你 再聘化走 至少 这个灵魂 都会在这些灵魂 就会被拖出 又是 这种灵魂 就会被灵魂 得整个灵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